- 嗨同西呀呀!看得出來我現在臉還蠻慘的,現在是抱癢的 因為呢,拍這個影片的時候其實是過年前幾天 然後呢,我就想說平常呢,我沒有辦法做什麼比較會有傷口的雷射 因為我都要拍影片 所以這一次呢,我特地趁著過年,想說趕快來試試看一個皮秒跟水飛縮,還有什麼蜂巢蛋頭 那總之呢,今天影片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的臉現在變這個樣子,我要怎麼出門 因為我不想要出門嚇到別人嘛 那首先呢,你的皮膚一定要先保養得非常的潤,非常的保濕,然後非常的滑的時候呢,再來上妝喔 不然你怎麼去摩擦到它都會很卡,就會讓皮膚惡化 所以呢,我剛剛把可能平常的保養啊,乳液什麼的化妝水都上了兩倍以上 然後呢,我就第一個先要防曬,就是一定也要防曬 然後使用這個很溫和的,好像是小朋友也可以用的防曬 要很輕的把它抹開 要用你最柔的力量 非常的害怕摩擦到 以後我擦得超輕柔的,臉幾乎都沒有動 不會拉到皮 接著鏡頭拉近,我們現在要來想辦法遮這些紅 我覺得我不會遮到完美,因為我不希望皮膚疊得太厚 所以盡量還是希望它輕薄一點 那我就抓手邊我覺得裡面最綠的一個遮瑕,就是這一顆 然後再搭配這個,接近,非常接近我膚色,甚至深一些些很自然的一個遮瑕膏 這個算比較霜狀的,不會很高狀的這樣子 像乳液一樣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我把這個綠色摳下來 大概是這樣子兩個 決定把兩個混在一起 變成綠,但是又沒有到超綠的遮瑕 因為一般那麼綠的遮瑕,我可能變成要擦一層 然後再擦一層底妝才能把它蓋過去 不然太綠了,會有綠色在臉上 所以我自己混一個偏綠的遮瑕 我這也沒推乾淨 然後大概點一下 看得出來這個遮瑕 比較綠綠黃黃的 然後把它點在 比較嚴重的地方 然後我隨便抓一下這個海綿,看起來很好用 好可愛,像餅乾,而且很Q很Q 然後呢,我把這個海綿 噴上我的雅樣 把它噴濕 讓它吸收 就可以用它把它們 拍開 你看去紅的效果非常好 如果單用那個遮瑕膏一定沒有辦法有這麼好的效果 如果覺得稍微乾掉,再噴 因為我今天是要去餐廳吃 然後呢,是那種鐵板燒 所以師傅會看到我的臉 我還想說還是不要嚇他好了 不然呢,如果一般可能隨便吃 只是不會遇到認識家人以外認識的人 我可能就會讓我的臉紅也沒差 其他日子應該就會讓他多休息 那手上剩的呢 可以再沾一點,局部加強 不需要控制自己,不要遮到完美 不需要啦 看起來人模人樣就好了 這粉末很舒服 很Q很軟 用起來很像一般氣墊 可是比氣墊還要再彈 完全就不會拉扯 好 這樣子是不是 正常很多了 剛好用太多還是剩好多 我本來還想說 我就是為了 可能拍片沒辦法這樣子 所以呢選擇過年前 結果欸 沒想到這樣 還是可以順便拍一下怎麼遮 這樣看大家可能看不出來 就是怎麼樣 有混到綠 我給大家看 原本是這個顏色 然後混到綠就變這樣子 黃綠黃綠的 所以這個呢 遮這種紅效果特別好 然後呢 上一層超保濕的蜜粉 這時候呢 千萬你的動作都不能 可能刷 或者是刺啊 你就是用轉的 用轉的 這樣子呢 弄起來最溫和 弄起來最溫和 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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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是表面上滾過去 其他彩妝呢 我覺得就是正常上就好了 因為最重要的 擦在底妝 腮紅呢 這時候一定要上的 透透的一點 而且呢 顏色不要是那種 太像自然健康紅潤 就是太像你這種受傷的紅 所以呢 我刷一點這個淡淡的杏色 這個刷子非常蓬鬆 所以拍上去就好了 不用去暈染 眼影呢 我就上一個最低調的就好了 我只用了兩個顏色 就是這個第三個跟最後一個 然後呢 打一下眼頭 這樣子呢 就是完成的樣子 就是乍看之下還蠻正常的 不像你的臉 其實都是斜點 那如果你是更追求說 要看起來更完美無瑕 那你可能可以再上一點點 可能礦物粉底在上面 可是呢 我覺得 很有可能會讓它更顯乾 然後就會 質地就更凸出來 因為它現在可能是有 小小的結痂脫皮 如果你不小心上的真的太乾 那你再記得再噴一點活泉水 這樣 一點點喔 不然那個妝又毀了 那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今天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